我们今天来外婆家了 这边带俄罗斯老婆孩子 回江苏老家的第二天 我们就匆匆赶往外婆家 去拜个迟到的年嘛 来 小米要睡着了 到哪里了 到哪了 来 给我吧 来 走吧 外公好 外婆好 外婆 外婆好 不好 来 进来吧 米要我们进来吃饭 我们今天吃火锅 哎呀 准备了火锅 外婆准备了一大桌子的菜 还有火锅 米要恭喜恭喜 我们恭喜恭喜 不说恭喜恭喜的 恭喜恭喜的 米要 才睡醒了 不说恭喜恭喜的 吃雷坏了就喊 刚睡醒 没有醒 外婆看到小米要脸上洋溢出幸福的笑容 给小米要红包的时候 眼中满是慈爱与宠溺 外婆和房间卧室里面 把我们结婚的照片都挂上去了 这个是我们结婚的照片 这个是我们小时候的一家人 然后我们现在长大了 这个应该是我十几个 十几个 去哪 啊 去哪 去哪 啊 太太白白 过来我们去哪 太太白白啊拜拜 拜拜 这个飞吻 飞吻啊 呀 这个是这个飞吻 一个人做一个飞吻 啊拜拜 走了 回家做飞吻了 啊做飞吻了 呀 拜拜拜拜 太太拜拜了 我们回去了 双咯 双咯 来做个飞吻 做个飞吻 呜呜 太太拜拜了 太太拜拜了 拜拜 啊做飞吻的 拜拜 哎呦 你看 拿了好多这个 零食 零食放后面 放后面 放后面 外婆给的 外婆给咪亚的 大礼包 拜年了 拜年的礼物 哎呀你看 团聚拜年的时间 总是过得飞快 反复转眼间 就到了离别的时刻 太太和太公 舍不得小庙的离开 一直送到了车前 与小庙道别 我感受到了 他们对孙贝的 深深眷恋与辱舍 虽然离别 总是令人伤感的 但生活就是这样 充满了相聚和离别 热闹过后 外婆家里 又恢复了 往日的宁静与冷清 然而正是这些 珍贵的相聚时光 让我们更加珍惜彼此 也让我们更加期待 下一次的团聚